今天 深水埗給你一種怎樣的感覺呢? 貧窮,電腦,阿伯,小食,雜亂,唐柳,雞豆 最近買了兩支鏡,一支是 SIMICON 90mm E55 的版本 另一支是福倫達 40mm 1.4 卡式版本 拍了一些照片 E55 拍出來的照片還未滿足到我拍攝一段影片 而最近我用支服制去深水埗夜攝 街道上有些聖誕的氣氛 所以我率先剪了福制這輯照片 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深水埗給你一種怎樣的感覺呢? 我以前是在深水埗上班的 石劍美國一帶 現在我也是在深水埗上班 有時下班,中午吃飯 都會跟同事到深水埗走一轉 日頭的深水埗對我來說就是居水馬龍 很多人 不同形式的人都會在街上匆匆而過 但多數都是上班一族 亦有些買菜的主婦 亦有些不知在做甚麼的阿伯 今天晚上放了工 和朋友去深水埗吃飯 在黃昏之下 由於冬天都快日落了 黃昏之下我看到 以往的排檔都已經失去了光彩 而換來的就是地下 一些馬路旁邊堆滿了一些地攤 放滿了夜欄雜物 即是在垃圾房裡收拾回來 一些貨頭貨尾 街上到處都是一些 好像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居民 有些人會拿著電筒 或者拿著電話在照 放在地下的雜物 收拾回來的夜欄雜物 或者他們是希望找到一件 屬於自己 或者送給家人的二手聖誕禮物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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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了 好嗎 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講回複仔 40mm 1.4mm 這支鏡子 我是在朋友Jacky 放給我的 收回來的 本身我不是想要這支鏡子 但因為它想賣一些東西 而它放的價錢也挺便宜 我最近又放了一支七公像 我身邊沒有大光圈的鏡頭 所以就入手了 我曾經在日光情況下 用M240去試這支鏡子 試它1.4光圈 我發現中心成像都一般 顏色在中間都散開了 好像對不到焦 所以我今天大部份都是開 異光圈去拍 希望減低這個情況出現 我都會嘗試開1.4和1.7 看看會不會晚上拍攝會好一點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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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一下這支福仔 40mm 1.4 卡式版本的導幕 應該都做得不錯 成色都不錯 尤其是晚上的顏色很鮮艷 我覺得晚上開大光圈 開到1.7 卡式版本是可以的 如果開到1.4 卡式版本就會有點散 都是福仔的鏡頭 一樣是頗鮮艷 我覺得個人頗滿意 我收回來這支鏡頭 兩千元內 實價就不說了 因為是朋友價 我覺得都可以的 就算是一手都是2,600 還是2,400 而已 其實這支鏡頭都頗便宜 很適合如果有人買M 機 可以第一支鏡頭先用 便宜便宜 可以試一試 今天我用的機器是M240 多謝大家收看 今次拍的照片比較負面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另一方面 我的作品印製的明順片已經一早拍完了 因為還不夠的關係 我要再去快途尾再印製 再製作 我大概今次會製作十多張 如果你們有興趣 就可以PM我 記得LIKE我的影片 以及FOLLOW我的頻道 我Instagram會每天更新的 下次我應該會拿90mm出來拍攝聖誕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啦 拜拜